近期随着社交网络和亲子节目的作红 娱乐圈的辣妈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国内辣妈代言人有孙丽 李小璐 赵薇 杨幂等 国外有米兰达卡尔 维多利亚 贝克汉姆等 他们居住环境想必大家也很好奇 下面跟着公众号杨欧二一起看看辣妈们的豪宅 赵薇为了女儿小四月上学 已经先后购入香港三个豪宅单位 总值于1.2亿元 除了香港 赵薇在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不少房产 她在上海西郊花了近2000万元 购买了一座超级豪华别墅 坐落湖畔而且面积极大 从外观看起来雅致清幽 很有世外桃源的感觉 从小四月趴在超大落地窗边看雪景看 这估计是北京的住宅 整体家居看起来古典又大方 超级热爱北京的菲姐 历年来已超过5000万元买入三个豪宅 包括现居的青春员吉利高王福等 2005年时还花费1800万巨资 在北京购买爱潮 菲姐非常注重隐私保护 那我们远观一下豪宅外景吧 还能说什么呢 非常大气 符合菲姐的气质 辣妈孙利 11年有了儿子等等 如今又有了女儿小花 可谓是儿女双全 据悉在上海孙利就坐拥四处房产 如今和邓超居住的最贵的处 已超过4000万 这是邓超顺利在客厅里的家居照 从中可以看出装修的十分温馨 杨幂刘凯薇大婚后 大秘密于14年生下女儿小糯米 吸金能力一流的大秘密 也很喜欢投资房产 2011年 杨幂在北京东四环 萧云路买进公寓 物业限市值1000万 紧接着与刘凯薇一起花2000万买入别墅 2012年 二人又买进现已升值到 3500万的中半山魏皇居 后来他们又买进了九龙堂 辽风沙利到一号 湾拉扫 是一处隐私性极好的高级住宅 大爱四对美的准求 还有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大家有目共睹 虽然是台湾生长 但徐希元嫁到北京后 给足了北京面子 从两个人的甜蜜卧室来看 中欧式的混搭效果 很有北京腔调 李香家是中规中矩的欧式风格 从家具到装饰都很厚重 黑色的皮质欧式沙发 深棕色木质茶戟 不过这样的风格 倒很符合李香贵妇的气质